嗨 大家好 预约了医院去打针 今天没有抹粉 只是防晒霜 有粉丝朋友问我 你都用什么防晒霜 我这个防晒霜原材料是北海道 马的胎盘 就这样的 抹上去之后呢 就感觉有一种显白的效果 所以最近都没有用粉液了 觉得抹的太多对皮肤也不太好吧 还有点时间就打算去逛逛 优衣库啊商店之类的 都放进去 骑自行车去 得把这边护着就这样 今天的上天间摆起了一处 卖糯米团子的零食店铺 这里的糯米团子 味道都很稀 价格均为人民币五元一个 孩子们喜欢 优衣库到了 这款披衫看上去不错 握着很舒服 是纤维豆 这件是薯色 穿的是小号 喜欢他家的背心 黎色的 灰色的 黑色的 很细腻 然后后来一大饭天 我爸昨晴天这周围不知道怎么回事 长了些包包 也不是特别痒 拿这个来擦一下日本最老的药膏了 我自己也买了一件小号的 我感觉那一把不能穿的太松果 不然看着就臃肿了 买了点青森线的大蒜 这一坨就15元 青森线的大蒜非常有名 特别香 所以贵 再买了韭菜 现在韭菜瓶 大蒜做饺子 给老大爷拿下去 我有点洁癖 总觉得包包底下都是脏的 每次拿回来都会变成包子 打算7月20多号 孩子们都放暑假了 再回一次过 老二虽然有护照 但是办理签证实在太麻烦了 想等一段时间签证 免签了 再打孩子怎么回去 所以前段时间和我哥哥商量了一下 再给我爸妈 他们买了一些这种 身有的新款 高蛋白高钙 配了适当的铁和维生素D 买了两袋 两盒 给我妈妈 又买了两款 新的不盖片 前段时间的不盖片 我妈该吃完了 那天去药中店的时候 药中店的店员就给我推荐了这款 里面是酸奶味道的 给我妈买了两盒 试试看 还给老大买了一个 挂在衣橱里面的 出石去味的 这种挂石 黑炭做成的 巧克力的 软糕很少 很有弹力 一点不沾口 好吃 又要吃一个了 记得我刚来日本的时候 吃到那个豆沙馅 糯米糕 每天晚上要吃四个 响得都吓人 现在想吃都吃不下去了 摸起你的嘴啦 橘子味道 哈哈哈哈 我很长得到的哦 看你吃的香 只买了一个 橘子味的 这都是学校的 教给家长的 这些资料 嗯 他一回来了就知道 做事 从来不会坐在沙发上 休息的 吃饭了吃饭了 我已经得到啦 他买来的印度 咖喱 老二百的饭桌 烤的鸡脯肉 然后炒了一个青椒肉 牛肉丝 昨天剩的 刚从夏圆 他还做了一个海浙皮 凉拌黄瓜 这个人喜欢吃面食 哇 这个沙发鸡芋 一半 嗯 爸爸你试试试试试试试 哈哈 这个买对了 它上面是 橡胶 可以取下来的 不会掉下来 嗯 真的舒服 舒服 对 我去呢 还好喝 好喝 这个好吃 在日本有很多 外国进口的 比如意大利 西班牙 还有智利 德国法国都有 如果是买 国外的葡萄酒的话 一定要买 贵的 为什么呢 便宜的葡萄酒 不知道他们用的葡萄 是什么样的种类 还有这种功力 买日本的葡萄酒呢 便宜点 无所谓 哈哈哈 就是这种 商德利 生产的 红葡萄酒 无天价 多分 是普通的 两倍 我懒得洗杯子了 两个人喝一个杯子 哈哈哈 弄我虽然吃 哈哈哈 嗯 写 绰 感谢观看